歡迎收聽自由亞洲電台 11月28日的粵語新聞節目 我是潘家晴 首先和大家那今日的新聞提要 中審法院拒絕律政司 就黎智英聘請海外大葬上訴許可 港府隨即提請人大釋法 烏魯木齊火災觸發全國多地示威活動 分析指習近平面對前所未有的管治危機 海外遍地開花聲援中國的示威活動 聯合國呼籲中國按照國際規定保障人權 詳細的新聞內容 香港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早前莫准就涉及的港區國安法案 聘請英國御用大律師抗辯 律政司提出反對 並向中審法院提出終極上訴申請 三名法官周一頒布書面裁決 拒絕律政司的申請 為特首李家超除職宣布 將向人大常委會建議提請釋法 又指外國對國安法持有敵視的態度 今次也是港府歷來第三次向人大常委提請釋法 而距離黎智英案開審只有3天 聽下李若宇報導 李智英被控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等多罪 案件將會在今個星期在高等法院開審 他早前獲批評用英國御用大律師 Tim Wolfen作為代表律師 律政司對此上訴被高等法院拒絕後 再向終審法院申請上訴許可 但終審法院上訴委員會 在星期一下午2點多宣布 迫回有關上訴 在近日多位親中建制陣營人士 早已紛紛倡議就該案提請人大釋法下 新兼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的特首李家超 同一天下午5點在政府總部召開記者會回應 將會在向中央政府提交的報告中 提及黎智英國準聘用英國御用大律師一案 並且建議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 根據港區國安法第65條作出解釋 釐清根據立法原意和目的 包括沒有本地全面執業資格的律師或大律師 是否可以以任何形式參與處理危害國家安全案件的工作 和有關排除保密規定的風險等 在法律上希望在立法原意和目的方面去作出解釋 令我們可以釐清我提出的問題 這是一個適當而且必須要做的一個決定 對於被命及今次特首向人大提請釋法 會不會剝削市民選擇律師的權利 也會不會影響香港在國際普通法的地位 和對於中盛法院在判詞中質疑 為何無差別排除海外律師去處理國安法的案件等 尼家超說 港人有選擇律師的權利 但當中是指在香港有全面執業資格的合資格律師 而不是沒有在香港有全面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 至於海外法官 尼家超說法官有嚴格資格審查和推薦 審理國安法的法官有指定法官制度 因此和今次事件是兩碼子的事 他又說國家安全早期階段潛在發生 例如勾結外國勢力也可能在外國發生 所以要提高警覺 又說外國對《國安法》持有敵視態度 又對商界和法律界施壓 因此要有警惕 至於律政司是否要就今次事件被問責 李家超說律政司已經充分拒理力爭 國務院港澳辦發表聲明說 港區國安法實施以來 特區依法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 除得明顯成效 但近期在部分案件 特別是黎智英案的辦理過程中出現一些現象 值得高度警惕 港澳辦說 黎智英涉嫌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 而香港有關法院批准 由英國御用大律師代理案件 和港區國安法關於特區行政立法司法機關 應當依法有效防範 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和活動的規定 有所違背 也違反港區國安法的立法精神和法律邏輯 根據中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 常任法官李懿和霍少江組成的上訴委員會 在書面判詞中說 根據舊有案例定下的原則 如果上訴方是終極上訴的時候 提及未曾在原眾庭和上訴庭探討的新論點 不應該批准上訴許可 而在本案中 律政司在申請終極上訴許可的時候 才改變它的論點 提出未經指明和未有證據支持的爭議 包括考慮聘請海外大律師的原則 並不適用於國安法案件 國安法有獨特性 源自大陸法系的中國法律 來自英國的海外大律師 經驗局限於普通法範圍 難以對此有所貢獻 國安法處理包括外國或境外勢力干預特區事務的罪行 批准海外大藏來到香港抗辯 也有違國安法的相關目的 判詞說就算這些新論點有明顯的重要性 但顯然有可能對另一方造成不公 裁定律政司未能確立給予上訴許可的基礎 所以決定駁回律政司的上訴許可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李若瑜報導 新疆烏魯木齊火災 而因過度防疫造成至少19死傷 短短3天觸發全國多地白紙運動 新華社再強調堅定不宜貫徹清零 同時有外資中國分析師指 內地或在明年首季結束清零 有學者指 習近平面對前所未有的管治危機 不排除一方面為了顧及政權地位而堅持清零 同時透過外資放風 為結束清零下台階 外界關注事件恐變成六四的翻版 有分析擔憂當局採取血腥鎮壓 再聽聽李若瑜報導 在11月24日晚 新疆烏魯木齊一場致命大火 懷疑因為過度風控 阻礙居民逃生和搶救 讓城至少14舊傷的慘劇 觸發全國各地示威 被稱為白紙運動 截至星期一 示威已蔓延至包括香港、北京、上海、杭州、鄭州、重慶、南京、武漢、成都、合肥、廣州、深圳、西安、烏魯木齊、浙江、大里、廈門、珠州、徐州等至少18個省市 並且觸及超過79間高等學府響應 其中深圳城中村爆發警民衝突之後 再有人呼籲在星期二繼續上街抗議 連日來各地爆發警民流血衝突 中國各地大批民眾 冒著警方和大白武力鎮壓驅散之下示威 手持白紙反對動態清零政策 網傳多段片段指民眾衝毀為風的設施 亦有民眾被警方跪頸毆打 大批示威者被捕 多地由反過度防空 上升到針對政權和領導人 外界關注白紙運動的事態發展 美媒《紐約時報》最近引述專家評論報導說 中國反風控示威 矛頭指向習近平 當局手一不信 事件恐怕會揚成六四翻版 香港時事評論員劉銳紹向本核說 值得關注的是 事件會不會由民生事件 升級到大規模社會政治問題 如果真是成事 即使局勢將會變得危險 臨界點是眼前未到的 而官方會不會在臨界點出現之前 做一些修整的工作呢 也都要觀察的 如果它是懂得做及時做的話呢 這個臨界點又沒有那麼快做的 所以這一個是必須要 與其未來發展的一個觀察角度 第二個角度來看的就是 官方現在或者它的慣性 都會用它的專政機器來平伏的 使你說過去六四 全國才有這麼大的規模 結果官方都用它的方法來鎮壓了 目前北京方面對事件仍然保持低調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在星期一 在外交部記者會宣稱 是別有用心勢力將火災和防疫聯繫 而在星期一凌晨 中共官媒新華社連續發三篇文章 強調要堅定不宜落實外防輸入 內防反彈 和貫徹動態清零總方針 有關內容是中共官媒再一次為動態清零護航 也都被外界視為對示威的間接回應 但是同日 高盛集團中國經濟專家閃輝 發表報告說 中國內地或者在明年4月前 結束動態清零防疫政策 摩根士丹尼中國首席經濟學家 盈志強也有類似的說法 兩人在中國譯下經濟的說法 過去不時獲得中國官媒引述報導 對於黨媒和外資機構的說法不一 中國金融學者司令向本台分析說 他不排除當局透過部分外資放風 結束動態清零的消息 來向國際試水溫和蒸集意見 再決定清零是不是完全結束 結束的速度又要多快 當局在輿論以致暴力鎮壓的 整個維穩體系 極力維護動態清零 中國的這個動態清零政策實施了 已經不是一年了 已經接近兩年多的時間了 那麼這樣的話 如果說因為民眾的這種抗議的話 中國政府恰恰就在這個抗議之後 就戛然而止宣布呢 這個動態清零政策我們要取消了 我們要不再實行了 這樣的話呢 就會給人留下一種啊 民眾的抗議會在中國政府決策那裡奏效 會激發民眾更多的抗議 因為民眾的現在的訴求啊 已經不單單的是說把這個 疫情防控政策給取消掉了 它甚至還上升到了一些政治層面 社會改革層面 其它議題層面 這樣的話 這是中國政府絕對不可能答應的事情 而事實上在上海啊 烏魯木齊 杭州 北京等等 各個地方出現的持續性抓人 缺後算賬也印證了我說的這一點 司令柔說當局也都意識到 未來經濟發展遲早要結束清零 從北京早前推出的優化防疫20條可見 當局意圖給自己一些下台階 如果說當局會給這個民眾以口實 然後認為抗議可以奏效的話 就會給整個輿論造成中國政府前幾天 或者說前幾年整個的這個動態清零政策 是完全錯誤的 而老闆贏傷財的這麼一個浪費之舉 習是習近平這樣的一個統治風格 是絕對不可能啊 接受 也不可能讓這樣的一個想法就得逞和實現的 因為習呢 最重要的是要面子 司令形容習近平現在面對前所未有的貫置危機 包括應對中國堆積如山的社會矛盾 經濟衰退 一旦取消清零 病例可能爆炸式增長 對於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剛剛閉幕之後的 穩定政策基本盤來說 模擬是一個毀滅性的打擊 另外預料明年3月中國召開的兩會 將會進一步確定不少政府高層職位 所以任何政策調整恐怕不利於習近平介紹 為了鞏固習家軍的政治勢力 而作的政治部署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李若如報導 中國多地城市和大學近日發起白紙革命 悼念烏魯木齊市 吉祥苑小區火災的死者 在台灣行政院長蘇貞昌周一表示 密切關注中國是否會以對台採取行動 轉移內部衝突焦點 學者認為白紙革命將持續一段時間 但不認為會演變成另一個六四事件 或者發生全國的串連 最終將以地方官員作為代罪高揚化解民怨 聽下鍾廣正在台北報導 中國上海和多索大學出現白紙革命 傳媒周一詢問行政院長蘇貞昌 是否擔心中國對台採取行動 轉移內部衝突 蘇貞昌指密切關注中國內部情勢變化 對於白紙革命會否掩飾 對於白紙革命會否掩飾 改變為另一場六四運動 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所研究員蔡文軒 認為兩者發生的情況不同 蔡文軒表示雖然中國多地發生零星反方向示威 但相信不會演變為全國串連的全面性抗爭 它是一個社會維穩機制當中的一個 所謂超載的一個情形 任何機制其實都會有一個失敗的可能性 對中共來解決的話 其實我覺得它也好解決 因為第一個就是說 它有可能會在所謂的人群當中進行分化 最常見的就是收買抗爭的意見領袖 或者說是醜化意見領袖 這個在過去都常看到 我個人認為說全國性串連的機會 目前來講比較沒有證據讓我去相信這個可能性 至於說各地有沒有學習或示範的效果 這個我持保留態度 這是有可能 但是全國性的那種所謂大串連 我覺得目前來講的話 機會相對是比較小一點 兩岸政策協會常務監事譚耀南表示 北京當局將進一步加強管控 防止抗議一發不可收拾 這個大概還沒有到 內部政治鬥爭的程度 而這個可能是先放出來一定的 鬆手一定的程度以後 再抓回去的機率比較高 如果到了一個很難管控的程度的話 我認為機率不大 但是如果是這樣 那就是政治鬥爭了 但是現在還沒有 看起來也不會 在現在的氛圍之下 你很難去想像 這樣的數位集權統治之下 會讓這樣的社會動盪 或校園串連 能夠一發不可收拾 我覺得這個不太可能 可能性非常非常的低 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 助理教授洪耀南認為 中國各地近來反反控抗議 或多或少是民眾受到台灣的選舉 以及台灣的寬鬆防疫政策啟發 作出的反應 台灣的選舉或許有一點點觸動 中共認為把它解讀 台灣選舉是人民在追求 比較親中的立場 那我想這樣的信息在中共內部傳達 你在防疫的階段 台灣都可以大量的 不管是投票選舉 正常化 也會促成它在宣導的一個副作用 這種運動 當然從過去的經驗來講 如果它鎮壓成本比較低 它就開始鎮壓 如果鎮壓成本高 它就開始妥協 那如果這把火一燒起來 我想這是要觀察中共中央的態度 那就從之前公布的21條來講 我想它應該是朝向 在防疫那個放鬆的方向前進 洪耀藍認為 白紙革命仍會持續一段時間 北京最後解決的方式 可能找地方官員做待罪高揚 他指中共中央本來就提出 防疫20條鬆綁政策 但是地方官員層層加碼 導致防疫日趨嚴格 認為最後會出現轉折點 讓地方官員頂罪承擔責任化解民怨 緩和各地不滿情緒 自由亞洲電台中廣正台北報導 新疆烏魯勒齊致命大火觸發 全國多地民眾示威抗議 當局過度防疫 海外陸續都有民眾上街聲援 在英國倫敦的中國大使館外 有民眾以國語呼喊 習近平下台 共產黨下台的口號 有離山港人支持中國爭取民主運動 但也有港人認為事不關己 分析認為 聲援活動迅速在海外遍地開花 是因為中國及世界各地的華人 已經對習近平高壓統治感到絕望 另外 聯合國人權高專辦發言人盧倫斯 接受發生社訪問時 呼籲中國政府 按照國際人權法和標準對待抗議活動 指任何人都不應該因和平表達意見 而遭任意拘留 白宮方面周一表示 任何人在世界各地 都享有和平示威的權利 又批評中國的清零政策 無助壓制病毒 聽阿董書玉報導 中國民眾的示威浪潮蔓延到海外 網上星期一流傳在英國、法國、荷蘭、日本等地 都有民眾聲援烏魯木齊火災事件 以及響應白紙革命的相關畫面 近期持續分享示威動態的Twitter帳號 李魯斯不是李魯斯轉發圖文 可以見到法國巴黎、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 英國倫敦、愛爾蘭首都都柏林等地 都有民眾聚集 悼念死難者同高舉白紙 另外有網民發起烏魯木齊大火燭光集會 在Twitter分享海外各地舉辦集會的資訊 而在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 歐洲多地都有網民號召集會 綜合外媒報導 英國當地時間星期日晚 有近8名示威者聚集在倫敦的中國駐英大使館外 聲援中國的反風控抗議 網上片段可以見到 民眾一起大叫、習近平下台、共產黨下台等 又指其中多數是中國的留學生 都有人舉著烏魯木齊忠勞的標誌 星期日晚有出席倫敦集會的港人阿朗接受本台訪問 他是以旁觀者的身份去視察 去看有沒有抗爭經驗的中國人如何舉辦集會 後來都有被中國留學生示威的情況所感動 那些口號其實是很驚訝的 因為他們是用普通話英國語來講 習近平下台、習近平日放倉 一些我們平時想像不到 在中國主流媒體上完全想像不到的 那些口號是在昨晚中國的使館出現了 很多中國的學生他們上台說話 他們有說過他們人生裡面 從來未嘗試過參與這一種類型的集會 所以他們很害怕 阿朗說集會中有港者提到 明白香港近年為何發生社會事件 是因為港人接受不了政權 他也因此而感動 不過他出席集會後 對中國的情感沒有太大改變 他說支持中國人追求民主 但始終未能投入 在英國的前香港鎮會大學 政治及國際關係助理教授 黃偉國聲音一對本台說 在中國鎮領事館外面示威的多數是中國人 並以劉鶴先生為主 但也有部分港人或外國人參與 他認為在英港人對這次事件反應極端 有部分人理解中國民眾突破恐懼而作出聲援 也有港人對此潑爛水 其實我看到挺極端的 當然有一些其實會是很支持針對中共 現在透過所謂檢測抗疫 來進行一種政治社會控制的做法 也都很理解中國民眾 這次能夠突破以往的那種恐懼 或者甚至有部分民眾 即是在習近平的那種大外宣 那種抗疫那種做法裡面 可以有一種發聲 有一些行動 但我也都看到有一些香港人 其實都是有一種潑爛水的一種反應的 就覺得你們能夠維持很久 會不會三分鐘熱度 又或者以前我們香港出事 你們不幫我還要落針下石 那現在我還不還要 就是聲援你們這樣做呢 也都有一些這樣的反應 事件在短短兩三天內迅速發酵 並在海外遍地開發 黃偉國說 值得關注的是今次示威口號 不僅是針對抗疫 更加包括對中共政權 以致習近平的不滿 這個反映中國民眾在二十大結束之後 對習近平高壓統治感到絕望 此為六四民運領袖以過來人的身份發聲 支持今次中國民眾的示威 其中身在台灣的對話中國智庫所長黃丹 在台北自由廣場響應八子革命 並在網上對事件作出評論 就是我認為這次大規模的反抗 還都說中國老百姓能忍耐 但是為什麼這次忍耐不住了 就是因為現在的這種暴政 這種防疫政策 它真的已經威脅到人命了 而中國人的命也是命啊 這件事意義實在是太重大了 就是人民已經跟政府死心了 才有這麼大規模的抗疫 你如果死心了 中國這個局就破了 我們講了幾十年 怎麼樣破中國這個局 我們講這個局 我們在海外是破不了的 甚至在國內的老百姓也破不了 只有中共自己把自己送上腳架 中國民眾抗議運動 受國際媒體高度關注 包括紐約時報、惠報、金融時報 英國廣播公司等 多家全球知名媒體作頭版報導 黃偉國都說 他在當地見到免費報刊以此為頭條 是他撫英一年多以來 第一次見到有中國新聞 登場免費報紙的頭版 應用事件被受國際關注的程度 非常可見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 同需要報道 四川首府成都市 周日爆發大規模的示威 網絡的影片顯示 周日晚上8點 幾百人聚集在成都市望平街 示威人士高喊 要自由 要民主 不自由 無靈死等口號 也有示威人士 和準備鎮壓他們的公安對話 你們想要封控多少年 更有民眾要求公安 脫下警服加入示威的行列 綜合外電和社媒資訊的報導 在新冠烏魯木齊一封控狀態 住宅發生大火 造成至少十人死亡後 民眾周日自發大被蠟燭和鮮花 到市中心舉行集會 網絡的影片顯示 示威者高喊口號 內容包括 要記住歷史 要自由 要民主 不自由 無靈死 要人權 要公民權利 反對獨裁等等 有民眾在地上放下蠟燭和鮮花 但立即被旁邊戒備的公安踢走 成都秋雨 聖約教會教友張喜 拍攝的影片顯示 有民眾向公安喊話 要求他們不要做寄生蟲 也有在場的民眾 對當局長期封控表達不滿 甚至有人要求公安脫下制服 加入百姓的行列 你們當警察的出動是什麼 你們是幹什麼 你們應該為人民服務 要拋打人民服務 為人民服務 人民警察為人民 人民警察為人民 我下衣服抓住我們 我下衣服抓住我們 對公安踢走民眾用來悼念烏魯木齊大火 死者的鮮花和蠟燭 示威人蝦都直接表達不滿 為什麼要替掉我們這些花 為什麼呀 這些花有錯嗎 他們當天死亡有錯嗎 你們你們都完了你知道嗎 你們都已經不是人了 你們都只要靠充電就可以活了 你們為愛發電 知道吧真的是為愛發電 你們的家人 我需要你們的孩子 你們以後也會承擔立業的 也會有小孩的 我們要奉奉多少年 你們想要奉奉多少年 想要我們老百姓 變個畜生 變個家 被你們養個家出嗎 其實中國人是全世界的笑話 全世界的笑話 週六和週日 包括北京、上海、廣州、南京等城市 也有反對封控和悼念烏魯木齊火災死者的集會 在週日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母校 北京清華大學多達近千名學生 聲勢浩大聚集在校內的紫荊園進行抗議 從網上的影片可以看到 清華學生高舉代表這次抗議的白紙 一起唱知名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國際歌 告下民主法治、表達自由 還有學生怒敲地說 這是不正常的中國 我們受救了 最先帶頭舉白紙抗議的女學生勇敢地說 如果我們因為害怕被捕 所以就不敢發聲 我覺得我們的人民會對我們失望 我們作為清華的學生 我會後悔一輩子 烏魯木齊大火造成10人死亡事件 網傳實際的死亡人數高達44人 除了北京清華、北京大學、南京傳媒大學、西安美術學院、湖南大學、四川外國語大學、中國海洋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都出現示威活動 中國海大校園各處可看到各種追求自由的標語、中國社科院大學、西南交通大學、蘇州大學、武漢音樂學院、華中農業大學等上百所大專院校都出現白紙抗議活動 香港浸會大學和理工大學則設置民主場供學生書法憤慨 另外在北京的涼馬橋一帶週日晚也有大量的民眾聚集、首舉白紙、高喊要自由等口號 抗議人潮直至週日凌晨才散去 有參與示威的學生指出收到校方人員勸告說在他們周圍有境外反華勢力導致群眾群情激憤有學生回應說 你說是境外勢力?是馬克斯還是恩格斯嗎? 據推特的影片顯示北京亮馬橋週日晚聚集大批人潮 首舉白紙抗議包括高喊要自由、不要核酸要自由、結束文革2.0等口號 並有民眾高喊上海你好我是北京 隔空支持上海的抗議群眾 也有影片顯示路過汽車的司機也紛紛拉低車窗、新手對示威人士比讚或享安置意 起初當地政府出動警力都有兩馬橋抗議現場 並沒有馬上與群眾發生衝突 直到深夜開始出現零星的警察逮捕抗議群眾事件 並開始有組織地驅散和分割群眾 直到週一凌晨2至3點抗議的人潮才逐漸散去 兩馬橋示威還有一段插曲 據網上影片有參與示威的學生指出 受到校方人員勸告說在他們周圍有境外反華勢力 導致民眾群情激憤 有學生回應說 你說的境外勢力是馬克斯還是恩格斯嗎? 學生繼續問 請問新疆的火是境外勢力放的嗎? 請問貴州的大巴是否境外勢力推翻的? 我們連網都上不了國外 我們哪裡來的境外勢力? 我們只有境外勢力不讓我們聚集 新疆的大火慘劇 終於引爆了風控下的中國人怒火 包括北京和上海的內地民眾 和大學生聚集抗議 上海市民更罕見地叫習近平下台 共產黨下台等口號 官方則在全國的範圍內抓捕示威者 嚴厲的清零政策 並未因此調整改變 聽聽情聞報導 據本台記者收到的多個影像資料顯示 週六發生在上海烏魯木齊中路的群體抗議事件 引起了廣泛的關注 特別是抗議人群首次公開在喊 習近平下台、共產黨下台 和要民主、不要獨裁等的政治性口號 更加引發了官方的高度恐慌 一位要求匿名的上海市民和本台記者說 這次上海人挺身而出 是因為確實有切膚之痛 上海人有著慘痛的高樓火災經驗 加上今年長達三個月的風控 他們明白這種痛苦和無奈 據本台記者統計 至24日晚烏魯木齊風控中的居民高樓火災 因為逃生道路被封 而導致十死九傷的慘劇之後 包括北京、上海、鄭州、重慶、南京、廣州和西安 以及烏魯木齊都發生了大量人群聚集哀悼死者 並抗議官方的封島政策 各地零星的紀念和抗議更是層出不窮 來自重慶的市民李先生就說 這次重慶市很多社區都出現了 此起彼落的抗議活動 主要是很多人確實已經被封控逼到了絕境 很多家庭都已經是膽盡兩絕 而且毫無後援 他認為這些只是民眾自發的抗議 而不是一次有組織的大規模反抗行為 在北大抗議就以高唱國際歌 來到呼應網上已經持續了一天的公開路面 唱國際歌的網上抗議活動 大北大的抗議26日晚就被官方壓制 目前仍然不清楚活動組織和參與者的命運 另外兩場令人觸目的抗議活動發生在南京傳媒學院 和西北政法學院新聞傳播學院 這兩宗由新聞和傳播專業的學生發起的紀念活動 都照致了校方和官方的迅速壓制 西北政法大學新聞和傳播學院的當事人張敏坤 事後發帖聲稱他沒有遭到打壓 但網民就懷疑他是被迫發現 週一上午 上千名清華大學的學生繼續聚集在紫荊園 高呼表達自由的口號 反對封禁和打壓 但相關的信息很快遭到全網查山 據可以查詢的官方消息顯示 這次是繼1989年學運33年之後 中國再次出現較大規模的 以大學生為主的抗議活動 本台記者就此致電清華大學綜合辦 該機構的人員拒絕正面回應這件事 只是說他們不掌握具體情況 據多位新的網民發來的影片顯示 從25日開始到現在 烏魯木齊的警方就開始上門追查 並且要帶走多位轉發火災消息的網民 但烏魯木齊公安至今只是發布了一條通報 聲稱有造謠編造火災的傷亡人數而被拘留 據當地市民透露 26日晚上海當局在現場抓了幾十人 至今為止這些人下落不明 目前上海方面將這次一事已經定性為 有預謀有組織的顛覆國家政權行動 案件應由國安方面接手 本台記者多次致電烏魯木齊公安局 但語音提示上述電話都無法使用 上海方面也沒有對此發布任何官方消息 本台記者也多次致電上海市公安局和國安局 以及上海市國家安全保密協會 但上述機構都拒絕接聽電話 一位資深的媒體人明確地告訴記者 特別是上海的抗議令他很擔憂 他表示因為太過敏感 他甚至無法對此說什麼 他還說目前各地出現的抗議令人感到有一絲希望 但他指出 敢於不是很多人所想像的大規模的反抗運動 他以自己親身體驗指出 廣大農村和小城市居民 絕大多數仍不明白風控是導致他們困境的主因 相反他們基於對病毒的恐懼 甚至會支持這種嚴苛的風金 主動成為幫兇 自由亞洲電台情文報導 香港反修例運動期間舉行818流水式集會 九名民主派人士被控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 聖案七名 他認罪被告不服定罪和刑罰並提出上訴 高院上訴庭週一開庭聆訊 廖前後需要3天 社民連3名成員開庭前在高院外抗議 坦然對上訴結果不樂觀 聽聽情文報導 案件由上訴庭副庭長墨基智 上訴庭法官潘敏琦和彭寶琴審理 預料審期需時3天 各上訴人包括黎智英、李卓人、吳凱、梁國雄 何修蘭何俊仁和李柱銘就定罪申請上訴 另外黎智英、李卓人、梁國雄和何修蘭4人 雖然已完成服刑 但仍然就判刑提出上訴 並由資深大律師余若薇、潘希、戴啟思、何佩謙和彭耀雄等代表 律政司由資深大律師余若海和大律師林子盈作代表 開庭當日金鐘氣氛較平易緊張 警力明顯增強 警方兩輛戰術巴士停泊在高等法院地下的籌車出入口外 附近放置大批鐵馬 也在平台和通往力保中心的天橋兩邊 以及太古廣場周邊和法院正門外 就有大批機動部隊警員暫光駐守和巡邏 早前迎滿出獄的何修蘭 和在案中被判緩刑的吳海爾 早上到達高等法院時神情輕鬆、面帶微笑 兩人約沒有在10點到達 稍後到場的李柱銘 就有社民連的成員曾建成向他打招呼叫阿伯早晨 獲李柱銘回頭揮手回應 早前獲高等法院批准保釋的何俊仁 就未有現身 上訴方由代表黎智英的資深大律師余若美率先作陳詞 並針對所指的組織元素提出爭議 認為被告沒有粉撤的遊行路線 但憑拉橫額和叫口號 不足以達至上訴人都是遊行組織者的推論 不符合組織者的定義 對於案中的原審法官胡雅文 在裁決當中指多名被告是知名公眾人物 部分據法律知識應該熟悉公安條例 所以裁定不可抗拒的推論是各被告 蓄意帶領群眾遊行至中環 余若美就反駁指沒有證據顯示被告人之間達成協議 或者預先計劃遊行 案件也不涉及串謀元素 案中也沒有證據顯示中環有集會 認為原審法官不能作出有關推論 另一方面 當日在維園舉行的集會 主辦方是文振 事因文振招集人陳浩媛 曾經帶領群眾和呼籲群眾和警方合作 但沒有證據顯示相蘇人和文振共同策劃遊行 也沒有證據顯示黎智英和文振有聯繫 至於原審法官指黎智英和其他被告有聯繫 余若美就以自己和本案中受律政司外聘為代表的 資深大律師余若海之間的關係為例 指和對方是這弟 兩個人亦有聯繫 但不代表大家知道對方的思想 余若美曾遲時 又以韓國、離太遠 和香港蘭桂坊的人踩人慘劇為例 指流水式集會 目的是協助人群疏散 有其重要性 並非如原審法官所指 是為對抗警方 至於代表吳海宜的資深大律師何佩謙 就指組織一詞的意思 應該以日常用語理解 屬事前發生 按字典的意思就有安排之意 但從當日現場圖片可以看到 各上訴人拉起橫額出發的時候 群眾已經開始起步 當時也沒有拍攝到吳海宜 吳海宜沒有和手持橫額的人從維園離開 他只是和那次集會的代表 民陣召集人陳浩媛在維園談話 沒有證據顯示他和組織者有聯繫 而代表梁國雄的資深大律師潘希 以及代表何俊仁和李柱銘的資深大律師彭耀雄 就分別指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的定罪元素 應該指有關人士曾經安排遊行 但控方針對梁國雄的案情 即是指他在案發之前一天出席記者會 同在遊行期間叫口號 而當時沒有任何一名被告曾經和警方接觸 認為是顯示沒有人是遊行的組織者 而代表律政司的大律師林子盈就回應 從沒有指控被告和民陣一同組織遊行 但各被告事前的準備和當日行為 認為原審法官有足夠基礎作出無可抗拒推論 而原審判詞當中對各人組織者的角色 是針對各人在案發的時候 認罪和帶領群眾遊行至中環遮打花園 認為沒有各被告的帶領 群眾可能直接坐地等離開 遊行會隨之瓦解 但證據顯示 上訴人曾經高叫口號並獲群眾和應 而且各上訴人如果不是組織有關遊行 就不會提早到場集合 拉起橫額和呼叫口號 開審之前 社民連三名成員 就在高等法院外舉起社友和平示威集會無罪 嚴刑進發打壓可恥的標語 社民連主席陳寶瑩批評 和平集會遊行是公民基本權利 強調當日示威過程和平 而以往未經批准集結案都只是判罰款 但這件案的被告之一梁國雄 就被重判入獄18個月 認為原審法庭在沒有暴力元素之下判以重籌 所以需要上訴 並且蓋探現時公民的遊行集會權利 已經被限聚令完全剝奪 他又坦然對於高等法院 批出上訴許可並不樂觀 由於梁國雄沒有獲批法援 如果今次向高等法院申請上訴許可被拒 將要考慮是否上訴至終審法院 自由亞洲電台情文報導 香港47人案已經表明而認罪的被告袁家衛 周一在高院進行案件管理聆訊 他就同意案情部分內容提出五項爭議 至於袁家衛在上次案件管理聆訊中 提出關於判刑是否同由三名國安法指定法官處理之爭議 周一在庭上沒有提及 法官商以後認為案情中的字眼爭議不會影響判刑 再聽聽情文報導 星期一的聆訊繼續由處理47人案的三名國安法指定法官 陳慶偉、陳仲衡和陳家信處理 控方由處理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傅月議 以及主理高級檢控官莊文欣代表 而被告袁家衛就由資深大律師旗志 和大律師梁麗國擔任代表 另外同案多名被告 包括吳敏儀、余慧明、鳳達俊、黃之鋒和譚海邦 吳正鏗以及梁仿衛都有列席旁聽 旗子表示袁家衛有誠意認罪 但就同意案情部分內容提出五項爭議 認為部分控方案情並非事實 只是屬於控方的意見或評論 例如案情提及 立法會選舉如果未有推遲 初選如期舉行 將會令港府運作和市民生活受到嚴重影響 質疑這個純屬意見 袁家衛沒有水晶球 他不能同意未發生的事情 對於控方在案情當中 提及被告在初選論壇的行為 是散播對中央和特區政府的錯誤恐懼 其次認為 那是被告的政治判斷 亦與空罪無關 而控方指控被告詆毀一國兩制 亦是屬於被告的意見 則難以詆毀一國兩制 至於控方在案情當中 指控被告讚揚和美法犯法行為 其次認為沒有證據顯示被告有這樣做 又反駁說支持不代表是美法 至於案中涉及有關處謀部分 其次指當時尚未實施港區國安法 所以不能要求被告同意當中的內容 而控方指國安法生效後 各被告沒有退出初選 並且按協議利用初選作為平台 繼續宣傳顛覆國家政權的議程 其次就反駁 控方從未交代被告人有何實質的協議 批評控方有關指控狡窄 而處理助理刑事檢控專員賦月議 就回應指案情建基於證據 至細審視原家為申請後不認為有問題 不同意作出修改 又指部分內容涉及其他被告 他們已經同意案情 法官陳慶偉就關注有關用詞 會否影響判刑 賦月議未有正面回應 被訴到追問後 只是表示不排除法庭有不同考慮 最終陳慶偉自行回應 聲稱讓我告訴你 是沒有毫無影響 由於早前的案件管理聆訊當中 陳慶偉曾指 若有被告未能同意案情 或不接受其認罪 三名法官今天短暫退庭15分鐘考慮後 表示接納原家為認罪 雙方將會沿用於裁判法院階段 交付時所同意的案情版本 至於求情安排的處理 旗子透露預計若莫需時兩個半小時 又以原家為曾參與大量社區工作為理由 希望增加求情陳詞業縮 但法官最後指示 和同案其他被告一樣限定為20頁 如果有需要可以提交補充資料 初選案當中30名打算認罪的被告 早前已相繼進行案件管理聆訊 當中只是歐樂軒和鍾錦倫兩個人 提出希望在開審後判刑 而盛傳擔任控方證人的趙家賢 就和控方達成協議 會在裁決後處理他的判刑 至於17名計劃不認罪的被告 案件暫定明年1月30日開審 審期約摩是90日 並且已安排在明年1月17日 作審前覆核 法官曾慶偉在庭上透露 法庭還未決定 認罪被告張偉何時判刑 張偉審訊前要求各方提交陳詞處理 自由亞洲電台情文報導 更多詳盡的新聞和評論節目 請到本台的官網收聽收睇 自由亞洲電台這一節的廣東話節目 報導完畢 多謝收聽 再見 這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 這項目 《要命令人不見》 有信零 我們請追查